今天聊的話題是涉及到現在有很多人雖然生活物質都非常的富裕 但是不見得會很快樂 對剛好就是我旁邊就是精神科 然後也是像心理醫生之類的 我們來了解一下 就是你現在有看到什麼樣的case 會讓他們就覺得可能他們很富裕 但是他們的富裕的情況之下 可能心中又帶著一點空虛 這怎麼回事? 我不知道這些人 可是很多人的內心也不會讓我們知道啊 對不對 就是物質上的比例跟說你那個心理上的快樂 其實已經不是成正比了對不對 那我們順便欣賞一下這周邊的房子啊 你不是要看一下這邊建築物都是 五寶村 而且不小心就看到了五寶村的點店 我最喜歡吃一下麵包店 走吧 我們去享受開心的地方 這就是我就是說台灣的好多的小確幸 走來走去都是可以吃 可以看 可以逛的東西 然後又好朋友 人跟人之間距離非常的近 我們去來看看 對這家店是台灣豬 我最喜歡的吃中一家店 這是世界的那個亞軍有去展覽的 對我都喜歡 那那個是桂圓麵包很好吃 可是我來都不見得意哦 對我想搞不好沒有 很少來 所以請問他的冠軍是什麼 亞軍是什麼 亞軍是桂圓 桂圓這個 這個酒釀的 這個好吃 酒釀桂圓 對 我來買一個給你 在台灣 你如果說 懂得怎麼生活 其實活得可以比美國的中產階級好 這是當然 我有點Bias 因為我兩邊都住過 我覺得Quality of Life 這裡很好 不要只有 很多人就說用薪資來比 可是你不能用Bros 你要等到實際扣完稅 之後的錢你可以去花 花這些錢可以買到什麼東西來說 CP值台灣一定比較好 應該是說台灣的稅金 跟包括他的Overall的話 你就把它乘以三倍 就是美國的薪水 他們說是乘以三 甚至乘以十 大學比如說重要的 請人 長照 教育 對 來美國的大學 我真的很高興 在我們這個年紀 我們空巢之後 我們的obligation都已經完了 小孩子都已經 大學畢業啊 有工作啊 我們現在需要的就是 能對自己負責 過自己喜歡做過的生活 那有好朋友 可以這樣 像我跟文綺 我們其實沒有那麼常常 在一起 說真的 可是都是就是 一在一起就可以一見如故 現在就是 你需要collect 就是這些朋友 精神上的factor 讓你說你老年後要怎麼過活 他們其實有做研究 Social的這個aspect 非常重要 這個跟你說 你有多少財富 那種物質上的財富 actually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你有事情做 你有一個心理 有個歸屬 你有閨蜜可以講話 很重要 能trust一個人 Right 孤獨 Loneliness actually是一個killer 你整天這樣孤獨的老人 這當然有時候是你的錯 有些人就是killer Social activity 如果你能就是 願意跟人家在一起 有出來走路啊 這個balance 非常重要 什麼東西都不要做extreme But 我覺得台灣這一點就是 因為人跟人的距離 有比較近 你可以很容易就找到朋友 朋友也要 你知道有些是花不頭雞敗居多 對不對 所以能看到 我跟 好奇婆婆在一起 真的就是飄飄飄一直講 一直講 然後剛好又有這個緣分 我們這樣回來台灣 他也先回來台灣了 這個很有趣耶 這邊為什麼是日本 然後這個是好像很木木的 他這個是一家 日本料理 而且也是吃 而且他每天就只有接待幾個客人而已 並不是很多 你看他這個門 故意說門不要太高 他要讓你說你進去的時候 甚至要低頭 日本其實他們這個民族很有趣 他們都是故意不要讓你說彰顯自己 他們很多都是說 他們以群體 你知道嗎 所以要放下 就是包括我們這個年年 開始要減法生活了 減法 那把自己就是放低一點 那其實 夠用就好了 開心就好了 我自己喜歡的生活 那我們就在這裡結尾囉 好 OK 拜拜 拜拜